小制作的周处储三害却意外地在内地影线大放异彩 突破了营销电影的束缚 凭借口碑稳扎稳打 电影讲述通缉犯陈桂林以为自己生命将近 于是决心除掉通缉榜上 排在自己前面的两大罪犯并借此扬秘的故事 故事你听过吗 大家只记得周处 没有人会记得被周处杀掉那两个是谁 所以周处才是那个有价值的人 这部电影不仅有极端疯狂的场面 还借用了警匪片 邪恋片 悬疑片等多种元素 呈现出令人惊喜的效果 而电影中的角色也颇具复杂性 引发了观众对于正邪之间的多重解读 周处除三害最重要的就是要除掉自己 而那个方法是除掉自己吗 还是让自己变成不是害 其中阮金天的演技更是令人惊艳 他将通缉犯陈桂林塑造的栩栩如生 从凶恶的通缉犯到悲壮的床前孝子 再到最终的坦然父子 每一场戏都令人动容 阮金天说 他在两年前遇见陈桂林时 已经走过了一些生命的重要时刻 比如亲人离世 再比如大量被迫独处的日子 痛苦与孤独这两种状态 从来都无法对他人言说 独自消化他们的过程里 一个人内心所经历的时间 被无限拉长 慢慢挣扎中 陈桂林这个角色找到了他 经过了那个阶段 我能理解陈桂林这个人 我在这个十年的挣扎也好 自我怀疑也好 痛苦也好 疗愈也好 重新检视自己也好 他算是我旅途的一个终点 未来的我也许还是会怀疑 但是我会知道 我会很快地调整过来 我就是要做这件事情的人 我一点都不倒霉 我超幸运 这份理解落在一部类型片里 则表现得更为极致 阮金天饰演的陈桂林 是榜上有名的通缉犯 不但凶狠而且疯癫 一开场就已杀掉两名黑帮成员 整个故事也主要讲出 他如何追杀另外两名通缉犯 四年逃亡 陈桂林从杀手到异警 最后心甘情愿自首复发 彻悟时分 热泪滚落 他潜心悔过短暂一生中的罪恶 初登场是穷凶极恶的通缉犯 干事利落 武功高 拳拳到肉 暴力狂 眉眼张扬 笑容掺着邪性 眼底又泛着唇亮 混杂柔和 交相辉映 描绘出了穿透屏幕的暴力美学 戴帽子 絮胡茶 又成了床前孝孙 几番挣扎 王命途要逞大英雄 比起做桂林仔时的嚣张把虎 多了几分步步为营的文重 藏于暗处审判罪恶 生猛粗厉的气质里 还隐约散着失意慢意的文艺范 被尊者的温言软语 冲昏脑袋的陈桂林 发行背剪的奇丑 眼眸消利气 变得天真无邪 愣头愣脑的模样 观众几乎忘了他残暴的本性 结尾刮掉胡子洗净脸庞 浑身又涌着洗净千华的纯净气质 干净的像未经逝世的少年 抬眸凝望 奸邪退去 唇凉袭来 虽恶贯满盈 看着他异动了侧影之心 把盖票打了 让大小所有人都知道我是谁 这就是我的价值 打戏丝滑 感情戏饱满 还会再见面吗 而陈桂林在片中的吃喜更是一决 从狼吞虎咽到细脚蔓延 他的吃相不仅展现了角色心境的变化 更是表达了深层的情感 可以说是教科书级别的 每一针都让人过目难忘 开场五分钟 装满真秀的饭和一吃 甭管多饱 都看得屏幕前的观众鸡肠碌碌 吃得沉浸 情绪也没落定 陈桂林边拎着盒饭埋头干饭 边亲耳细听兴致满满 或许是真的饿到前胸贴后背 也或许是要蓄满能量 为接下来的任务筹谋 陈桂林吃得狼吞虎咽 嘴唇油亮 先是把嘴贴到河边 可敬八反塞得满满当当后 再加起肉排 大块朵頤满嘴角 狼三虎视 还能保持脸光嘴近的吃想 颇具美感 桂林嘛 是中山区顶住 从这个饮酒的碎汗 两个月前 脚开到红颜的赌场 道听途说桂林仔的光辉事迹 眼眸里闪烁着得意 脸旁样着看破不说破的笑容 桀骜的本性暴露无疑 酒足饭饱后才挑明身份 我叫陈桂林 我有名有姓 以后不要叫什么桂林嘛 结尾的吃戏也是亮点 行刑前最后的晚餐 比起之前饿死鬼般的狼吞虎咽 彼时的他细嚼慢咽 宛如优雅绅士 啃食面包 吸溜意面 细品斩酒 浪漫又孤独 既然不同的吃戏 其实映射了陈桂林判若天渊的心境 猛烈的吃代表着想要活下去 平静的吃意味着生的欲望没有那么强烈 已经释然 简单的吃戏 极致的情感表达 足以窥探藏匿于软惊天偶像剧外表下的影帝演技 盒饭放在戏外是剧组生活的一日三餐 放在戏里成就了太多的影视剧名场面 它不仅是演员的必需品 更是塑造角色形象的利器 看似平凡的一顿盒饭 实则蕴含着太多故事 就像电影《咖喱辣椒》中 烟雾缭绕的场景 狼吞虎咽间透露出的背叛和郁闷 长江七号中 高楼边缘享受闲暇时光的自制盒饭 平淡中流露出农民工生活的真实写照 这段表演淡如清水 没有穿透屏幕的情绪 却弥漫着浓郁的苦难味和近视效果 有时候盒饭是演员表演的助推起 比如海青在新居中 饰演身负重担的富人 工作忙碌间抽空填饱肚子 生活的酸甜苦辣一股脑往嘴里塞 噎着了灌口水 看似是在沉浸式干饭 心思全在手机那封寸之间 曾志伟在无间道中 更是把盒饭吃出了满满的满汉全息的感觉 从满嘴流油的享受到面如死灰的惊恶 他的表演妙不可言 每一针都值得回味 镜头一架吃是容易 要想表现出真情实感千难万难 有些演员就是在吃戏中失色 比如刘涛吃干抹净后筷子扎饭盒的精髓 被他拿捏得很到位 但却因咀嚼动作生硬浮宽而失去了生活的真实感 类似的例子层出不穷 有的演员将心思放在了吃和饭上 却缺乏情感流露 只能依靠背景音乐的渲染来烘托气氛 有的则是因摆拍表演的痕迹显漏太明显而影响了观感 和饭看似简单 但其中的学问却深不可测 吃得越真演技就越出色 这里是有所耳闻 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